你知道宁古塔在什么地方吗? 它是清朝著名的流放地 也是一个最折磨女犯人的地方 这究竟是为什么呢? 咱们今天说到的宁古塔 它位于现在飞龙江省海陵市长廷镇 在清朝是牧场 也是一个重要的流放囚犯的地方 熟悉清工具的朋友们都知道 犯了事的人总会被发配到叫宁古塔 要在当地服役劳作 更坏的还要给披甲人为奴 等于归入了剑籍 宁古塔出自满宇 在清朝入关之前 这里靠近沈阳故宫 是一个政治经济文化中心 顺治皇帝入关之后 清朝皇室既需要治理广阔的国土 但也不能丢了自己祖宗的发源地 所以为了保住祖宗的功绩 也为了建设边疆 更为了折磨这些犯人 宁古塔就成了清廷一些罪犯的流放地 宁古塔在最寒冷无比的东北 这些犯人又不能驾车 只能是徒步前往 遥远的路途本身就是一种折磨 再加上严寒天气 别说在宁古塔为奴了 能顺利到达目的地就不错了 而且流放宁古塔最折磨的 竟然是女罪犯 这是为什么呢 在清朝判处流放宁古塔的犯人 连他们的家人也不能幸免 一般都要脱家带口 带上女眷的义气流放 自己长途跋涉还好 最怕就是自己的母亲 妻子姐妹女儿 在路上遭遇无测 这样的情况其实很多 女犯人宁愿途中自尽 也不愿去 我们都知道清朝女性 一般都是缠足的 称为三寸金扁 虽然看起来让女性步态更优雅 但也是非常限制女人的行走速度 再加上数九寒天 地上皆兵 他们穿着单薄 手脚还带着镣铐 每走一步就像零尺一样 不得不说是对女犯特殊的苦行 有的官员还会借机 劫财劫色敲闸勒索 弄得犯人是苦不堪言 在身体和精神的双重折磨下 这些女犯往往是撑不下去的 还没走到宁骨塔 就已经被折磨至死 本就是被连坐的 又死在流放的路上 也没有人收尸 真是可怜又可谈 这些不幸的女犯 倒在了路上 那么那些幸运活下来的女犯 她们经历艰险 走到了宁骨塔 等待她们的又会是什么呢 由于宁骨塔实在是太偏僻 犯人一般都要走半年多才能走到 女犯人们九死一生 跟着家人颠沛流离 终于走到了流放的宁骨塔 身体已经是相当的虚弱了 有的会患上冻疮 有的人已经染上严重的风寒 即便是没死 也去了半条命 这还不算 等待她们的将会是一辈子 给披甲人做牛逼的悲惨 苦寒之地天气很恶劣 所以人年稀少 除了投降清朝的披甲人之外 也就是这些被流放的人了 给披甲人为奴 失去人身自由 甚至被随意买卖践踏 这又是莫大的侮辱 虽说在清朝历史上 有很多文人名士 都曾经被流放到宁骨塔 这些人也给宁骨塔 带来了先进文化 拨下文化的种子 可这些人毕竟是少数 大多还是一些死在宁骨塔的平民 他们没有犯错 却被连坐 这些无名之辈的命运 真是令人哀叹 好了 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 对于清朝的宁骨塔 您怎么看呢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 关注我 获取更多精彩内容 我们下期再见